- 當然就非常期待她來到這個世界上 平平安安的出生 然後健健康康的長大 我覺得就像自己剛出生的女兒一樣 因為菲菲現在差不多是一歲大一點 然後跟她一起相處的那個互動 對任何的事物都非常充滿好奇心 事實上我會覺得說 跟她的相處知道她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而且希望她能夠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長大 因為一來的時候就有跟基金會的人聊天 我才知道如果很佩服他們的努力跟付出 懷上這樣子的星天的爐顏寶寶 如果是有這種狀況的話 那基金會能夠在旁陪伴 直到他們出生 18歲之前都可以在他們身上給他們的鼓勵 讓他們知道說其實每個小孩都是獨一無二的 給他們信心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生出來的小孩不需要太害怕 甚至於根本不需要責備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生命 所以我很佩服羅慧夫基金會在這個長年來的努力跟付出 大家好 我是王川一 每年大約有300個爐顏新生命誕生 每一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星星 羅慧夫基金會推出魔法兔寶寶安撫金 邀請大家一起安撫寶貝的內心 給予每一位爐顏寶寶最安定以及勇敢的力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